在台中的情况 为期九天的台中国际花坦节 已经落幕了 不过有民众举发说 当初就为了布置会场 承包单位把卡车跟压土机 就直接开进了市民广场 让好不容易养护了三年的草皮 就这样被无情的碾过 现在花坦节结束了 但是这片草皮却是一片狼藉 泥泞不堪 呵护三年的市民广场草皮 为了花坦节一夕遭殃 附近民众拍到承包单位 把卡车开进草皮 撵出一道道的钩痕 广场变得拟酪不堪 更夸张的是 还有压土机开上草皮 把这一大片的绿色地毯 撵得柔长寸断 经过当地的理督们把他撵 他当然这么没完 这么少人家 但是这就是那时候都到海去了 当那个线灰都泡下去了 每天要压水 压水的时候 这个水的时候就都撵出到外面 所以整个土壳都都泥泥 没得到搭 倒霉的不止草皮 广场四周的行道树 也被施工的卡车扯断 蚕枝断壁横躺在人行道上 却不见市府开罚单 花坦节的这九天 广场的草皮 被三十几万盆的盆栽 压了整片枯黄 短时间内恐怕很难恢复原状 把土壳到那里都已经死了 他市政府说 两个星期他可以恢复 我想这不是两个礼拜 这三个月都没办法恢复 花费一千两百九十万 为期九天的花坦节已经落幕 成效好坏或许见能见智 但对待草皮的方式 实在是太仇馋 民事新闻李坤熙林静龙 台中报导